本期为你解读的是人性的弱点 欢迎收听 我从小是个内向的人 就是那种喜欢一个人 静静在一边读书的人 这个对于很多了解我的人来说 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 因为他会认为 你这么一个在各个方面 都还挺有成就的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内向的人呢 内向的人 你要怎么管理这么多的员工 怎么选上国际学生会主席 怎么去参加这么多会议 给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演讲 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 我初一读的一本书 叫做人性的弱点 这也是我在这里 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因为它非常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我 它让我从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成为一个我当时特别羡慕的那种人 就是一个能和周围的人 都相处得特别好 被很多人尊敬 并且受欢迎的人 我现在有一个绰号 叫做顾老师 其实这个绰号 就是当时我的初中同学给我的 而他们之所以能给我这个绰号 也是因为我应用了书本中的知识 在我日常的生活中 在我和他人的人际交往中 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本书推荐给你 因为它曾经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我 我希望它可以像改变我一样 让你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人性的弱点 是一个叫做戴尔卡内基的人写的 后来因为这一系列的书 被誉为是美国最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大师 甚至是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 下面我们简单聊聊卡内基的人生经历 卡内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 小时候因为家里非常穷 他常常吃不饱 穿不暖 导致饮料不良 身体非常瘦弱 但他却长着一对与脑袋很不相称的大耳朵 也因此 他的这对耳朵 总是成为大家常弄的对象 有一次 卡内基和班上一名同学起了争执 这位同学吓唬他说 你等着 总有一天我要割掉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 这下可好了 卡内基吓得好几个晚上都不敢睡觉 哈派在睡着后真的被同学割掉耳朵 后来卡内基总结出一条人生哲理 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善意对待 千万别揭露别人心灵的伤疤 在师范学院上学时 卡内基而然发现 学院的演说赛非常吸引人 获胜者会被视为学院的英雄人物 可惜他却毫无演说的天分 参加了12次比赛都以失败收场 直到第13次的时候 终于拿了奖杯 他后来回忆说 在赢下辩论赛后 我终于知道我该走怎样的路了 毕业后的卡内基做过很多职业 包括老师推销员 但那都不是他的理想 直到后来 他才找到自己一生的事业 那就是成人教育 他通过演讲 开设训练班 教会无数人受益一生的人际关系技巧 他把自己一直以来的处事经验 写成了各种著作 帮助更多的人走向成功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本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并不是一般的成功学 或者是心灵鸡汤 他会用简单的语句和故事告诉你 如何与他人相处 如何与自己相处 人性的弱点 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 卡内基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分析 来帮助大家充分认识自己 从而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一些缺点 一直到获得了人身上的成功 虽然是一本讲道理的书 但是里面却穿插着大量富含哲理的小故事 曾经在这本书中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忘记了抱怨 忘记了计较 从而慢慢的 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几十年来 很多人都因为这本书 而迈向了成功 无论是事业上 还是生活中 它的忠告被一代代人 反复地实现与验证 我们都知道书分两种 一种是新书 一种是老书 很多新出来的书 其实都经不过时间的检验 慢慢就会被淘汰掉 而像人性的弱点 就是一本老书 它即经过了几十年 人们一代一代的检验 也充分说明 里面讲的这些道理 确实有用 人际关系可以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课题 卡内基这本书的巧妙之处 其实就是 他把这个课题 简化成四条基本规则 比如说 其中一条是 不要批评别人 还有一条 站在他的对立面说的就是 你要学会真诚地赞赏别人 第三条 激发别人强烈的需求 最后一条是 请对方帮自己一个忙 这样能够让对方感觉到 自己非常重要 他同时也总结了 如何能让别人喜欢你 这里面有六条 非常简单易懂的技巧 第一条 不要忘记微笑 第二条 千万不要忘记别人的姓名 第三 第四条 则是用在倾听和沟通中 你要学会倾听他人的讲话 并且能够迎合他人的兴趣 第五条讲的是 你要学会让他人感觉到 自己的重要性 第六条 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最后一条则是 永远学会真诚地去关心别人 在这些技巧和规则里面 让我受益最深的 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 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好感 其次 真诚地赞认真诚地赞美 能让对方很容易喜欢你 还有一点是 从他人角度提出建议 会更容易让对方接受 另外几点 则更加细致 有一点说的是 只批评对方 后果会非常严重 如何挽救他呢 你可以让对方帮一个小忙 就可以让对方有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 最后一点 非常奢用的是 永远要记住对方的名字 这样有助于提升他对你的好感 而在这几条中 我其实最想和你分享的 是我对前三条的一些感悟和思考 我第一个想讨论的技巧 叫做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一点的受益者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就像刚刚开始跟大家说的 内向的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人特别多的场合里 我就会觉得很累 就不知道如何跟别人沟通交流 甚至连开场白都不知道怎么做 而当我出国以后 这一点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和环境 一开始我其实非常困惑 也很着急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以前看的这本书 我决定好好把它应用一下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 国外的环境和氛围跟国内其实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我之前初中做得很成功那一套 可能在国外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在盲目应用之前 我先思考了一下具体的方向和技巧 具体执行方法是 我会看很多的美剧 从记忆里发觉人们日常聊天中常用的口头禅和搭讪语 甚至是一些开场白 比如说英国人喜欢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美国人喜欢就问 How do you do? 你怎么样? 而不像中国那样会说吃饭了没 然后呢 我会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列表 把这些常用的口头语全列下来 另外还会列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你家乡有些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之类的 美国人其实还挺喜欢 讲一些他们从哪来 他们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 可能各个国家的人都一样吧 对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种自豪感 然后我会把这些问题背下来 这就是我做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做完以后 就是到真正需要社交的地方以后来应用这个原则 不停地问一些让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具体的应用方法还蛮简单的 前期你需要先通过一些搭讪语和口头语 来打开一个僵局 举个例子来说 你去看一个画展 你随便碰到一个陌生人 你可以问他的是 你是如何得知这个画展的 或者是你对这个画展有些什么看法 然后你可以根据对方的回答 从里面抽出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点问下去 举个例子 如果对方说 我是通过王老师才知道这个画展的 那你就可以问 是哪位王老师啊 如果刚好是一个你认识的王老师 你就可以说 我也认识他呀 他怎么怎么样啊 这样子对方就有话可以接下去了 或者如果对方说 我觉得这个画展比不上之前梵高的一个画展 那你可以说 我对梵高也特别感兴趣 我之前在巴黎看到过他的一副真迹 我觉得实在是太震撼了之类 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的一个技巧就是 加一个恰当的停顿 这样子对方其实可以接上话 为什么要加停顿 是因为绝大部分人 其实根本承受不了 对话中有任何的沉默 所以当对话中有任何空隙的时候 他就可以轻松地加入发表他的看法 或者即便他不轻松 他也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加入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更多的信息 因为他的回答提供了给你一些你可以继续发问的东西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永远顺着他的内容不断地提问 从而非常流畅地完成很久很久的对话 而且因为你问的都是你非常感兴趣的点 所以你会非常真诚 我们都知道人际交流中其实大家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有些人明明无话可说 还在那边拼着命的要跟你有一茬没一茬的聊 我就特别讨厌这种 但是用这个方法永远永远别人都不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特别的管用 而且在对话结束以后 对方还会对你特别感兴趣 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多的倾诉都被你非常好的理解到了 甚至有些人在他生活中可能很少有人会这么在意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他会因此觉得跟你都像是朋友一样 这一招其实对内向的人特别管用 因为很多时候内向的人 比如说我 会觉得在一个聊天中 要讲很多话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情 但是用了这一招以后 我可以非常轻松的跟别人聊上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三到四个小时 因为反正绝大部分话都是他在说 不是我在说 我也乐得做一个倾听者 而更有用的是 对方会因为这个对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从而建立起比较好的信任基础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认识了一些别人眼里似乎非常难以接近的人 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一个饭局上 旁边坐的是芬兰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 他非常沉默 感觉就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内向者 所以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 但因为他坐在我旁边 所以我不可能就默默地吃饭 因此我就开始问了他一些很随意的问题 最后发现他去过一些城市 而每个城市他都是和一帮好朋友一起去的 也就是说他们每年都有一帮特别要好的死党 会一起去一个城市玩 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我觉得这个传统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就很真诚地向他表达了 对这种传统的羡慕 然后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们就开始非常就是激动的 或者是非常带劲地开始聊天 最后发现 原来两个月后 我们都会在同一时阶段去罗马尼亚 于是他就邀请我去他们那个在罗马尼亚的派对 我后来就很开心地 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很愉快的时刻 和他的一帮好朋友在一起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条原则 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践行他 即便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你反而可能比外向人更擅长社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的外向人 他其实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让周围的人觉得这个人会非常自我 而人都是有一种被倾听的欲望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内向者 反而很多时候会被人认为很有情商 或者很善于社交 不过在这里 我得说明一下什么叫内向者 什么叫外向者 内向者是指自己独处能够获得能量的人 外向者是与他人一起相处能够获得能量的人 很多人会把内向者等同于不喜欢 或者不太擅长社交的人 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对内向人来说 和很多人相处是一件非常费劲 也就是消耗能力的事情 更不用提 很多时候内向的人并不知道 如何可以找到和大家交流的话题 但是当你掌握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个原则以后 你会发现 与他人交流会变得非常容易 你只需要一个问题 又一个问题问下来就行 不过有一点你需要注意 就是你自己需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真实的兴趣 不然的话 容易让别人认为你是在盘问它 感觉好像是个记者做调研一样 特别无趣 或者也有可能别人会认为 你是在故意套用信息 在这些情况下 大家反而会设一个防线 不愿意继续跟你交流 所以如果要做好这一点 具有充分的好奇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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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